这么多年的相处 今夏自是知晓上关系的性格 若非是空穴来风 他不可能说出这般偏激的话语 还有眼前楚楚可怜的采儿 是谁给他的胆子 擅自主张搬了行李过来 今夏快刀斩乱吗 采儿 之前让你到酒楼来干活 是连你生活艰难 今日我们并未同意你住到酒楼来 你自己搬了过来这是何意 当然酒楼是开门做生意的 我们不会赶你走 你照常付房钱就成 若是付不起 还请你哪里来回哪里去 一直未出生的采儿姑娘 甚是楚楚可怜地喊着远姑娘 杨公子 这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更是添加了几分让人误解的成分 今夏也是个直爽的性子 发觉了不对劲的苗头 那就得立马掐断 采儿姑娘 我想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这儿也没你什么事儿 我们很同情你的境遇 不过你自己决定好 是不是有这个能力住在酒楼 至于是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我们也不为难你 今夏说吧不再理会于他 而是对上官西说道上官姐姐 这件事情终归是我思虑不周 引发了不必要的误会 你别跟大洋过不去 咱们有话好好说 别伤了感情 文言的上官西 脸色缓乎了几分 环顾了一下四周 再是江湖儿女出身 她也没有在人来人往的 酒楼大厅树架式的习惯 开口到今夏 杨月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 三人进了一间厢房后 上官西才将话说开 原来今日并非是她 无意撞见采儿班行李到酒楼 而是后厨的小李 跑到乌安邦分舵来找她 说是酒楼出事了才赶回来的 上官西自诩是不拘小节之人 可也容不得人家这般挑衅自己 好言劝导无果 反倒引来对方的嘲讽 言语之间并不客气 最后扯到杨月成婚多年 只有一个孩子来说是 上官西是真的怒了 正要将人与行李一起 打发出去之时 又碰到了往酒楼赶来的杨月 和今夏二人 递进与杨月夫妻多年 彼此之前的信任还是有的 不过是早已习惯杨月 一直以来对自己的顺从与包容 今日见她动了脾气 二人话敢话的 口头上那魂貌似爽快乐 可内心都让彼此不舒疼罢了 陆毅听完惊吓的叙述后 心中大致明白 此事无非是杨月的 不再隐瞒吕上官西的不信任 才会让人钻了空子 平白地惹来夫妻二人的争吵 不过 陆毅倒也是没说什么 既是不想掺和 亦是无从评价 只是柔柔手心那软乎乎的小手 她不开口 惊吓便主动问大人为何不说话 说什么 你是知晓我的 旁人的事 与我合干 陆毅有些淡漠地回了句 有的人明明就很重情义 偏偏嘴巴那么硬 惊吓抬眸望了望她 再度找起话题 我倒是觉得上官姐姐说的有些问题 在我们之间也是存在的 难道大人不觉得吗 她的那点小心思 陆毅又岂会不知 既是夫妻 相处起来总会是小摩擦之时 安抚到夫妻相处总会有闹别扭之时 只要不乏一致 即使沟通 我倒不觉得是个什么问题 见她似是没懂自己的意思 又像是有种必重就轻的一位 惊吓直白地将话摊开了 其实大洋的脾气就那样 自从那年夏江南认识上官姐姐以来 她就一直包容着她 傻憨憨的无怨无悔 永远在默默守候就算了 成亲后连同生个孩子都得看上官姐姐脸色 我和师父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该说她什么好 陆毅微微醋眉 提醒她到杨月和上官西的事情 你莫参与进去 生不生小孩 也有师父这个长辈在盯着 再者 不是已经有真儿了吗 你别操这个心了 真儿是真儿 那又不一样的 师父和大洋都很喜欢孩子 偏偏上官姐姐生完一个真儿 怎么都不肯生了 大洋也是个软性子 便由着她来 其实 大人你看 线下哪个家庭会只生一个小孩的 孩子孤独不说 长辈也是喜欢多子多孙的 师父总是叮嘱我多带恒儿和圣儿去看看她老人家 可我们家也就两个小孩啊 大人 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再生一个 听她絮絮叨叨地说完这些 陆毅心道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自己呢 陆毅倒是真的不在意孩子这个问题 以前是顾着她的身子 耐不住她坚持要生 哭着 吵着 闹着 弄得好像是她给了她天大的委屈一般 最后也只能由着她来了 而如今 能有恒儿和圣儿两个孩子 陆毅已是很知足了 索性不理会她这个话题 多不往前走 再多的孩子又如何 她希望能一生向首之人 不过是那个心肩上的姑娘罢了 三胎政策一出来 身边的女性都是犹如泼了一盆凉水 施加的都是给女性的压力 多希望能遇见一个陆毅 好